今天有個特別的日子喔 楚董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不知道 其實今天叫做賈博師日喔 因為其實訂這個賈博師日的原因 我們並不清楚 但是呢 加州的官方已經把每年的10月16號 當作賈博師日 因為我們知道賈博師非常的偉大 至於原因呢大家也有機會去查一下 重點是喔 剛剛我們前面講到很多這個 基本面的錯亂也好 重點是喔 現在蘋果的手機喔 大家法人之間也開始錯亂 比如說這個郭明琦呢 持續看好這個蘋果手機會賣得非常好 他講到第四季呢 這個iPhone的SR 因為SR在禮拜五開始預訂 他認為呢 這出貨量會上修一成 另外明年第一季呢 這個SR雖然是第一季是淡季喔 不過呢 他雖然是季減25%到30% 但是他認為有其他牌子 季減會更多 所以相對來講 他認為蘋果的手機還是會賣得比較好 那整體來看 明年第一季呢 蘋果手機出貨量呢 會年增10% 這是郭明琦的看法 不過呢我們看一下這個高盛的看法 高盛呢卻認為喔 因為蘋果的手機在大陸的銷售呢 會迅速的一個降溫喔 這個第三季呢 蘋果的手機 這個出貨量可能會年減15% 是蘋果史上文所未聞喔 所以他看的比較空 所以到底蘋果的手機 在SR推出來之後呢 到底未來的銷售量好還是不好 反而已經看不太懂了 待會請教一下Arthur 那另外呢 蘋果手機也出現了所謂的大錯亂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大陸今天的這一個 信通院呢公布最新的數據 提到了大陸手機的總出貨量 9月份年減12% 前9月也年減17% 當然可能機期有點高 不過我們發覺非頻手機裡面喔 大家還是依然在推出新機 包括華為小米Vivo OPPO等等都在推新機 所以請教一下這個Arthur 你長期幫大家關注這個蘋果 現在呢法人看法開始分歧 非頻也開始分歧 你怎麼看 因為全世界的一個消費啊 開始在萎縮喔 而且所有的一個產業面 近期的一個變化 我覺得跟川普的個性一模一樣 很善變喔 前面握握手 後面下毒手 幾乎就是萬事吉凶先有兆 其實剛剛Kevin講的喔 這蘋果為什麼會這個 所謂多空分歧成這樣喔 就是因為有一些的一個 接單跟出貨 包括整體的一個什麼 一個營收都沒有辦法 合乎法人這個預期 沒錯 所以說法人這一波 對於頻蓋股的一個什麼 一個誤判其實蠻嚴重的 所以我認為啊 現階段的一個定義啊 我認為手機市場是沒有飽和的 只有重分配 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的話 以上禮拜的一個新的一個 市場上的一個什麼 一個訊息好了 Google的一個新手機推出來了 Pixel Pixel 他的一個10月10號推出的一個特色 這個Google的一個手機啊 從當初啊 到現階段都是扮演一個 所謂的一個樣品屋的一個角色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 Kevin有沒有看到 他是單鏡頭的 為什麼他能夠用單鏡頭出來闖蕩 這樣 蠻好奇的 身邊我好像找不到有人用這個Pixel的手機 很少 因為他是一個極小眾的一個市場 可能Kevin不曉得 他為什麼還是堅持要推手機啊 可能都有一個夢吧 因為智慧型手機在全市場是15億的一個市場 蘋果的一個什麼 iPhone的手機是佔了2億 但是Google的一個Pixel的一個市場 他只有300到400萬的一個手機而已 一個什麼一個市場的一個賺能力 大家都用他的軟體 可是呢卻不買他的手機 也可以這麼講 所以說他的一個手機原則上 是一個樣品屋的一個角色 從Angel當初這個手機發展的一個 藍圖的一個方向到現階段 那以現階段來說的話 其實他為什麼用單鏡頭能夠來闖蕩江湖 因為他認為啊 AI的一個智慧型照相 是他這個時候的一個賣點 也就是說現階段啊 市場上不是都已經普遍出三鏡頭了嗎 對不對 但是啊這個Google的一個新手機 Pixel 3啊 他竟然還是用這個單鏡頭 他要來闖蕩喔 當然他本來就沒有預期很好嘛 所以我剛才講的 他只是認為 他是一個小眾市場 所以我們從所謂安兔兔的一個跑分出來啊 他這一款的一個新手機跑出二十一萬分 其實啊也遠小於所謂的小米8 二十七萬分 甚至於說OPPO的一個什麼 一個旗艦版的一個二十八萬分 他都小於這個分數喔 那他目前來說的話 他推出的一個所謂的兩種款式 一個是五點五吋 一個是所謂的六點三吋 我這邊寫錯了喔 他的大尺寸是六點三吋喔 他是強調一個夜拍的一個效用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用AI的一個智慧照相的一個功能 他認為這個東西是他的一個賣點 所以說以包括他的一個什麼 一個喇叭的一個音量 他也做一個正面性的一個提升喔 那當然這一些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些圖片喔 那當然這些圖片 右邊這邊是Pixel的一個什麼 一個照出來比較明亮一點 所以他認為他是他的一個強項喔 那至於說他那個什麼一個 所謂的Cold Green 他那個什麼一個 所謂的會議中的一個什麼一個顯示 他大概這邊也都是一個小的一個功能 所以說我認為啊 在上禮拜的一個手機市場 有出現這樣的一個微幅的一個變化 這是美國的一個市場方面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啊 阿瑟為什麼把Google Pixel手機拿出來 明明賣的這麼少 他還要研究 其實代表阿瑟很喜歡研究手機 應該是說 不管賣的好不好 你都會花很多的時間去研究 因為不管行情好跟不好 其實產業面的一個變化 大家都要仔細的一個研究 有時候產業面的一個變化 比方來說這一波為什麼 外資能夠導彈整個的一個市場 其實他推出的就是產業面出現微信的變化 如果你等基本面這些財報的數字出來 都已經半年跟一年後了 所以說我認為產業面的一個 今年的一個主軸 才能夠決勝所有的一個層面 要早一點發現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當然 所以說再來的話 我們看一下中國市場好了 剛剛的一個 還是華為是不是 對一定是華為 為什麼我剛剛講的一個 中國的一個手機 黃金假期的一個銷售 它是年衰退10% 那為什麼華為 它在黃金假期的時候 還能夠正成長33% 因為它重視的是這個夜拍 夜拍最難其實 對剛剛的一個Google的一個 Pixel 3的一個手機也是有這個夜拍強化的一個功能 還有這個華為的手機 它有三倍的一個變焦 包括它重點擺在GPU的一個遊戲的功能 所以說華為它近期要推出來的一個P20的Pro版的一個三鏡頭 它的一個分數出來了 它是109分 它是贏這個Pixel 2的一個什麼 一個Google的一個手機98分 也贏這個iPhone X 對對對這個Apple的一個97分 那像近期來說的話 什麼叫一個新產品 我記得在台積電的法術會 尤其這個禮拜是台積電也有法術會 對 在上次張忠謀他要借退的一個什麼 一個法術會裡面 在半導體論壇裡面 張忠謀講出三個重點 一個是EUV叫做極止光製程 另外一個就是史墨烯 再來的話就是AI 這三大的一個重點 所以說像華為它本身已經有 史墨烯電池的一個手機 對 那還有它的一個螢幕比啊 除了瀏海之外 它已經高達了95% 而且重點是我剛剛講的 它是最早推出AI的晶片的手機 應該是這麼講 所以我們從美國的一個什麼 一個手機的變化 包括中國手機的變化 我認為市場上 產業面稍微也有出現一個 相關的個股 我們來掃描一下 首先就是Pixel的一個 手機機殼的一個供應商 這個比較冷門 是5392的一個印華 那印華這檔個股 既然說是一個小眾市場的話 當然就沒有很大的一個爆發力 對 所以目前台灣股市在震盪當中 其實整個的一個 印華的一個股價 還沒出現一個安全的底部 所以投資朋友要注意 那當然印華這檔個股 它本身還有佈局車用電子 還有所謂的ABS齒輪 跟EPV的一個電子煞車系統方面 所以說這檔個股各位要來留意 什麼時候出現底部才適合來做一個 而且它量比較小 對它量比較小 再來的話是3360的一個上例 這比較市場上趨於所謂的一個主流 也就是說剛剛講的夜拍 兩種手機都強化這個夜拍AI的一個智慧照相 所以說夜拍的一個照相的一個功能 相對的一個增強 對於這個感測元件模組就更為依賴 而我講的3360的一個上例 它本身是Sony在大陸的一個CIS的一個代理商 對 Sony最近公布財報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說我們看到整個日經指數的一個走高 其實Sony股價也是創新高 這個已經我已經講了N變了 那當然在現階段來說的話 市場用不用三鏡頭 其實這也是後話了 因為剛剛像Google出來 他就只有單鏡頭來闖蕩江湖 但是如果後面是多鏡頭的一個滲透率 來拉高的話 將今年是1% 明年2019年市場上認為三鏡頭會高達14% 我們就靜觀前面就好 如果果真的來到滲透距拉伸的話 其實最大的一個受惠股應該是3360的一個上例 所以說以近期的一個股價的震盪來說的話 它那個低點還距離現階段還蠻遠的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在震盪之後能不能夠走強 也要看整個大盤是不是合理的一個落底之後 我們再來做一個決定 另外則是這個比較法人的一個持有股 6271的一個同心電 因為它的一個CIS感測元件模組 它佔營收的一個比重已經正面性的一個成長 那以整個的一個CIS的一個比重來說的話 其實它第二季只有佔了24% 那它第三季的話是放大到35% 那它的一個什麼一個CIS的一個比重的一個上升 它的毛利率也是跟著來說一個什麼一個上升 所以說它的一個激增幅是高達了5%的一個什麼 一個增加的一個毛利率 那我個人是認為說因為這一檔個股 目前台灣股市在崩盤的情形之下 它通常每一年EPS都整個的一個股力都配6塊 所以說它的一個現金的一個殖利率 也都高達了一個7.14%左右 對 蠻高的耶 是的 所以說以短線上來講的話 它也有在這邊有儀式來形成這個體負震盪 來偵掌手刀的一個機會 這位朋友們不妨來 這位朋友們不妨來